新闻大小评拍菜我来评 我说的拍菜可不是网购抢菜 而是给菜拍照 那么具体来说是给大葱拍照 这是上海的林先生的创意 最近他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作品征集 给你家的葱拍一张照板 要尽可能的气质非凡 这英雄铁一发 这大葱们都起范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觉得从这说好玩 也没想到要把这些照片拍得有多好 有多艺术 但是确实里面有不少艺术家 他们也会有各种自己的想法 蛮巧妙的 中间有一件作品 我觉得还给我印象蛮深刻 就是我放在第一张的 特别高大上那个葱的线条 就像舞蹈的线条一样 然后那个画家 他又把他现实中的那个照片给我看 就看那个他怎么拍到的 就他们家里哭掉了葱 他突然就发现 这个现场还蛮美的 就把它拍出来了 我就觉得这不就是艺术的作用吗 艺术不是去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你 看看啊 我估计这葱生之年也没有想到啊 有这么一些上海人会以他为主题 来做一个摄影展 脚踏迷茫之中 心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去徜徉 何时何地 上海人的乐观和浪漫都在 烟火系加上仪式感啊 为这样充满艺术感的摄影展点个赞 以后咱说啊 你算哪根葱 还真不一定是贬义死了 疫情期间呢 物资充足很幸福 但是呢 吃不完 大家说愁不愁呢 最近啊 吉林长春的一位男子就报复性的消费 买了很多蔬菜回家 摆满了整个客厅 咱们呢 一起来听听媳妇的吐槽 这大哥每天盯着那几个定菜群 有卖的就接拢 有时还不止买一个 昨天开始 各种绿叶蔬菜陆续到货了 以前我是盼着蔬菜包啥时候能到货 现在是盼着下一个蔬菜包 能不能晚一点到货 冰箱已经放不下了 我现在的工作重点 变成每天倒腾一下这些蔬菜 前些天是有啥吃啥 现在是啥要烂先吃啥 听您这位媳妇说的啊 要是发现全家脸色发绿 别担心 这不是病了 是蔬菜光芒映照的结果 要我看呀 大姐 你家这大哥患的是缺菜后遗症 不是肚子需要 是心理上的需要 得空啊 带大哥去超市转一转 看看这货品多么的充足 安心咱们别囤了 另外呢咱也别一直啥要烂吃啥 索性的都已经吃不完了 不如咱们换一换啥新鲜来吃啥 或者说和咱们的隔壁邻居们 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哈 呀 哈